我們首先看它的能量 儲藏的能量 儲藏能量是電能加上磁能 這兩個因為相等 所以我們就用兩倍的電能 兩倍的電能我們就用這個 這是電能密度 因為這是電能密度 好 那麼現在我們就用 2分之1 y 1的1平方 這個代表電能密度 然後對這個體積來積分 對體積來積分 OK 好 對體積來積分的話 那麼我們就把ez 這個 帶到這裡頭來 帶到這裡頭 D套呢 D套 體積分 D套 D套就等於 2πr 2πr就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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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振槍 它導體B的這個 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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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上 這不是周長 這R是 R等於A是周長 它現在整個體 體裡面 整個這個volume裡的積分呢 R是從0到A了 這是任意的一個R 乘上D 應該是2πr乘D R 就是一個帶狀 帶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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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存在厚度 就是那個 那個帶狀的這個 一個厚度的帶狀的體積 然後積分的話 就等於整個的體積積分 然後我們這個積分裡頭 把這個拿出來 這個怎麼變成這個 它等於它有說明這個 因為要用Basal Function的積分 我們現在 先不管它 這個值得 是這樣子來 好 單位面積所耗損的功率 我們就用這個 這是Surface Current Density Surface Current Density Surface Current Density 就等於H Ht 就是Tangential Component的磁場 好 那麼現在的Tangential Component呢 我們用的是Phi 用的是Phi OK 用Phi 好 那麼 H5 那現在我們對整個 這個體積來積分 體積來積分 體積來積分 好 那麼我們現在用這個 好 這個是 呃 對這個 前後的 面 前後 前後 前後的這個 這個 平面 前後 這個是對圓柱面的 來積分 前後面的話呢 它就是等於這個 H5 H5 乘上這個 因為它前後面 它因為整片的面 所以它的 面積啊 這是它的面積啊 這是Current Density 就是層面積啊 Current Density 就是層面積 因為你在後面的面啊 後面的這個面 HR 是 Current Density HR 這個是它的一個 切線分量 切線分量 好 在後面這個 前後這個面上面 這兩倍你看到沒有 就是等於一倍前面 再加上一倍的後面 啊 然後 它的面積分就是 那 因為它是一個圓嘛 所以你 取一個 半徑圓R的2PiR 乘Dr 乘Dr 就是一個 一個圓 一個帶狀 然後積分 R從0到0 然後這個是 這圓柱面 圓柱面 圓柱面的半徑一定是A了 圓柱面的半徑一定是A 圓柱面半徑 所以它是2PiA 乘上這個前後的強度 就是等於圓柱面的這個面積 就是Js Js 所以這個Js呢 那奧 那個地方 後面這個前後面 那邊就是有H5 H5,當R,就是H5,H5,H5它的值啊,不像這個,這個H5呢,就是說,一定是R等於A的時候,這個H5,H5跟R有關啊,跟R有關啊,就是你這個面在這裡, 它這個Current Density,跟這個半徑有關,H,跟半徑有關,然後這個區分,就變成這個,我們先不管這個,然後可以變成這樣子,所以這裡你把它擺成JS,這通通用JS,Surface Current,然後呢,把這個W, 跟這個,PL,PL,剛剛這一個PL,算出來,帶到這個裡面去,Q值,是等於這個,等於我們會用,說,前面我們這個積分啊,Basal Function裡頭的這個積分公式,我們現在先不管這個公式,但是用這個式子,導出前面的結果,好,那麼, 你看,這裡頭的RS,就是我們在第九章講過的,這個F,就是用TM模式裡頭,最低的結值頻率,最低的結值頻率, 是TM01啦,所以,帶到這個式子裡面去呢,我們得到這個值,OK,這是它的Q值,好,我們再看一個,這是代公式而已, 代公式而已,一個同置空心的圓柱協正器,長度D等於半徑,長度是等於半徑,D等於兩倍的A,等於直徑啊,兩倍的半徑, 它的TM010模式共振頻率是10Ghz,求A跟D的值,A多大,D是多大,原柱的半徑是多大,前後的導體的距離是多大,因為我們現在已經知道它的,這個模式的共振頻率是這個,好,現在我們就把這個共振頻率帶進去, 它跟A有關,然後它等於10Ghz,所以從這裡我們可以求出A等於這麼多,D是兩倍的A,就是這個,好,RS就是用第九章的這個,表面的這個,主抗, 然後,然後用這個值,Khz,μ0就是這個,這個應該是它應該呈在一個,死的負氣之方,好,最後我們,就看Q值,等於 OmegaW over PL,那這個就是我們前面的這個,就是這個,就是,這個就是等於這個值啊,就是這個值啊,就是這個值啊,那現在我們RS求出來了, A差就是377歐姆,這個A跟D都有了,帶進去,Q值就等於,等於這麼多啊,這只是這個代工資而已啊,好,現在我們可以看一個,比較的很有意思的就是, 我們前面一個立體,我們前面一個立方體,立方體,10H13,一個立方體就是A等於B等於D,這個立方體的,邪證槍, 跟我們,這個地方講的這個,TM010,這個邪證槍,它的,共振頻率都一樣,它的,規格也相當啊,就是說,這個是,原柱, 公振頻率,共振槍,這個是,矩形的,空槍,都是10的,1GHz,然後直徑呢,差不多啊,強度2點多,這個是2.12,這也差不多2點多,體積呢,這是,這個是原柱體的體積, 比,πA平方乘D,是9.56個,cm3,AxBxC,這是矩形空槍的,是9.53,這差不多,你看到沒有, 不過這個稍微比這個大一點,這個,比這個,大一點點,總面積,總面積就是這個比較大,體積, 所以,主要還是看它的面積,因為,面積會消耗電能啊,你這個面,消耗電能比較多的話, 面,消耗電能,就面,面積大,消耗電能比較多嘛,這個面積小,消耗電能,當然就,比較小了, 因此啊,你消耗的電能小,Q值就比較小,消耗的電能比較大,不是,消耗的電能比較大,Q值比較小,消耗的電能比較小,Q值就比較大, 所以,從這裡,所以,以上結果顯示,兩個空槍有近似的體積,但是, 矩形空槍的體,面積較,比較大,大8.2%,功率耗損也大,因為,面積大,功率耗損也大, 所以,Q值就比較小,所以,圓柱空槍的Q值啊,要比,這個,矩形空槍要大,8.2%, 然後,底下,我們就介紹,界電值平板,界電值平板的破道,就是,這一塊是一個界電值平板,這一塊界電值平板, 它的,它的,參數是,YD,μD,它兩邊呢,都是我們的自由空間, Y0,μ0,Y0,μ0,然後,光波在這個當中傳播,傳播,我們要使得這個光波在這裡傳播的時候啊, 圓中Z軸的方向傳播,而不會從這個面上面出來, 你怎麼防止它從面上面出來呢? 如果,有一種我們從這個,呃,物理現象來看, 如果這個折射率啊,比這兩邊大的話, 比兩邊大的話,所以它有一個全反射,對不對? 就是說你的腳啊,入射腳,如果大於critical angle的話呢, 它就全反射,這是一種, 那麼現在我們從坡的這個,這個特性來看它, 我們怎麼樣子讓坡, 就在這個當中傳播, 而這個地方呢,我們也假設它有坡出來, 但是坡一出到這個範圍裡頭啊,它就開始衰竭, 它就快速的衰竭,快速衰竭就是變成0啦, 你這個intensity不可以說,就是不見了, 你變成0的話呢,就是說它不存在這個空間, 那它就一定存在於這個空間啊, 好,那麼現在我們就看一個, 就是我們上面的圖,後是低, 平板坡倒,縱向的界面圖,就是剛剛看那個, 好,那麼,這個是前後x方向, 前後,我們假定這個很大,這個平板很寬, 它是波子這個方向傳播, 但是我們這個寬度啊,很寬, 假定很寬,我們不考慮x軸, 不考慮x,走這方面的這個,邊界條件啊, 好,這個是,這個是d啊, yd跟mud,分別為界子,界電子平板的電容率跟磁導率, 假設這個界電子是無耗損, 假定無耗損,它放在自由空間, 兩邊都是自由空間, 那坡倒那坡呢,向正Z方向傳播, 正Z方向傳播,我們現在要分析它的, tm跟te模式, 原界電子平板傳播的tm mode, tm mode是hz等於0, 這個不等於0, 因為不考慮這個x的變數, 它只有一個, 橫線面只要考慮y就好, OK,考慮y, 橫線面就只有一個變數, 那麼我們就用這個, 為什麼方針? 這裡頭的h呢, 是等於gamma平方, 加上omega平方, mu y 好,那麼這個, γ, 如果在界電子裡頭的話呢, 它就是等於jβ, γ等於jβ, 因為它是無耗數,OK? 好, 好,那麼, 我們現在解這個微分方程, 這個微分方程呢, 它的general solution呢, 有這兩種, 就是說, 它的solution, 用sine表示也可以, 所以, 用這個cosine表示也可以, 那麼這個地方的k平方呢, 那, 其實就是這個h, 不過我們現在要看, 你這個是在界電子裡頭, 還是在這個界電子平板, 上下兩個自由的空間, 如果是在界電子裡頭的話呢, 接電子裡頭的話, 接電子平板, 就是說這兩個波, 這就是邊界條件, 我們先不管它, 接電子以假設微無耗損, 所以gamma等於jβ, 微分方程之解, 就是這個, 如果我們是用在接電子裡頭, 那ky呢, 它就是這個, 本來就是h啦, 不過你在界電子裡面, 這個h就是用d啦, 我們這表示, 就是界電子裡頭的, dielectric, 啊, 界電子, 如果是在自由空間的區域, y, 這是, 這是-2, 二分之d啊, 這個地方少了一個-2分之d, 負2分之d, y大於2分之d, 以及y小於-2分之d的區域, 因為它這個圖是這樣子的, 這裡是當0, 歪等於0, 這個厚度是d啊, 所以上面呢是, 2分之d, 下面是-2分之d, ok, 是這樣子的, 好, 那麼, 如果是在, 呃, 上下的界電子裡頭, 它的波呢, 我們要假設這個樣子, 如果上面, 上面, 上面我們就用, 這個政府用cu, u代表upper的意思, upper, 那它有衰減啊, 衰減是- alpha, 因為現在這個是正的, y是, y啊, 是這個, 大於等於, 這是大於等於, 大於等於, 啊, 這個是大於等於, 它大於2分之d嘛, 所以這一點一定是正的, 所以, 這是衰減場所, 如果是lower plate, 就是在下面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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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space, y是小於-2分之d, 啊, 那這個, 小於這個, 啊, 那麼, 絕對值大於2分之d, 那麼, 這個一定是負的, 所以這也是衰減, 那這個時候呢, 啊, 那這個值啊, 就是alpha值,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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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 只有衰減, 沒有, 沒有這個傳播, 啊, 就等於這個值, 等於這個, 啊, 那這個, 就是, 啊, 這兩個複調了, 啊, 這兩個複調, 那就變成, H0啊, 這是自由空間的, OK, 自由空間的, 這個是代表, dielectric裡頭的, OK, 啊, 這個我們令, 這個式子叫A式, 這個式子叫B式, 這個式子叫B式, A跟B兩個式子, 我們稱它叫做Dispersion Relation, 就是它有這個色散的關係, 色散關係, 顯示Beta與Omega有關, 它的Beta, 都跟Omega有關, 好, 這個式子裡頭啊, 這些式子裡頭, Ky, Ky, 位置數, Alpha也是位置數, 然後E0, 也是位置數, OK, 這個O啊, 這是代表O, 這個代表E, 這個O是Ot, 就是說, 這個式子, 我們是用Sine來表示, 它是一個什麼呢? 第一次的余稱, Parity, 它是Ot Parity, 這個呢, Cosine就是, Even Parity, 它是偶次的余稱, 所以, 前面的這個, Amplitude啊, 我們就用Ot Parity, 和Even Parity, 來表示, 哈, 這兩個, 是位置數, 這個是位置數, 還有, 這兩個Amplitude, 也是位置數, 都要求出來喔, 都要求出來, 好, 現在我們就來求這個, 我們現在都把這個波啊, 把它分成, 機次余稱, 跟, 偶次余稱, 這兩個模式來看, 哈, 好, 在機次余稱的話, 機次余稱, 我們就是取這個, 取這個, Ez等於這個, 偶次余稱, 我們就取這個, 好, 現在機次余稱, 取這個, 那麼, 我們知道這個以後, 嗯, 它的, 嗯, Ey, 跟hx, 我們就用這個10, 帶去16, 帶去, 10,帶去19, 啊, 這兩個式, 啊, 來算這個, Ey, OK, 它沒有, 它沒有Ey, 它沒有Ey, 好, 好, 那麼, 我們現在看, 這個微分, 就變成cos, 這個, 還是正號, 它有個ky出來, 但是, 但是我們記得前面, hd平方是等於ky平方, OK, 所以, 這個, 這個, 就把它變成ky平方, 跟這個, 微分出來的一個ky, 約到就是剩下一個ky, 那這個也是一樣, 啊, 我們帶這個式子, 啊, 你把這個, 帶到這裡來, 也是微分的話呢, 它也是一樣,啊, 那這個, 約叫一個ky, 變成ky, 這個是在, 界電子這個區域啊, 當中這個, 界電子的區域, 好, 現在我們看平板, 界電子平板, 上方的自由空間, y大於, 二分之低的空間, 好, 這個地方的切線, 這個地方我們要用, 要用什麼呢, 電廠的切線分量, 相連續, 因為, 上下, 這是自由空間, 它跟這個, 緊鄰啊, 緊鄰, 所以, 在y等於二分之低的時候啊, 這個, 要等於, upper這個, 要等於這個, ok, 就是, 等於這個, 在y等於二分之低的時候, 所以y等於二分之低, 這就變成1啦, 所以cu就變成10sine, y是二分之低, 就變成這個, cu就出來了, ok, 好, 那麼, ey就等於這個, ez等於這個東西, 好, 帶到這個式子裡面去, 求ey, 好, 求ey, 好, 我們帶進去求, 這個都一樣, 它微分, 現在就只微分這個地方, 它有一個什麼, 負的, 它, 這裏是alpha, alpha, alpha漏掉, 這裏漏掉一個alpha, 這裏漏掉一個alpha, 這裏有一個alpha, 負alpha這個, 這裏有一個alpha跑出來, alpha, 有個負alpha, 但是我們要記得, h, d, hd, 平方, 上面, 因為我們是上下, 上下的這個, 自由空間, 所以這要改成h0, 這個都是h0, 這個h0, 這h0平方等於, 負alpha平方, 就是alpha平方等於, 負h0平方, 因此這個就等於負alpha平方, 你這裏有一個負alpha平方, 有一個負alpha平方, 所以負負, alpha約到一個就變成正, 那這個也是一樣, 也是一樣, 這個負alpha, 這個約到一個負alpha, 還剩下一個alpha, 記得這個, 這改成h0, 現在我們看, 這個是上面的空間, 下面的, 平板下面的空間, y小於等於負二分之d, 那, 我們就用這個, 因為這, 上下兩個要, 要相連續啊, 要相連續啊, 好, 要相連續的話呢, 那, 這個, 這個, 就是用cl, 用前面, 用lower plate, 這個就是用加的, 當y等於負二分之d的時候, 這個等於0次方, 就是1了, 所以cl, 等於負的, 因為y等於負二分之d, 就等於這個, 好, 那麼這個帶回去, 帶回去, 這個, ez, c, 0, y, 就等於, 它是cl, cl, 帶這個形成, cl, 變成這個, 然後再帶到這個裡頭去, 求這兩個分量, 啊, 這個, 對y作品裡面有一個alpha, 一個alpha, 這個也是0, 這也是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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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於是, 這個就變成, 剩下一個alpha, 那這個是, 第三個區域的, 第三個區域的, 好, 現在我們, 呃, 看看, 當我們這個, operating frequency, Omega, 計算, 這個算應該在這裡, 計算, ky跟alpha, 好, 現在有邊界條件, 邊界條件啊, 邊界條件, 那就說, y等於二分之低的地方, 第一區跟第二區的hy, 它的連續條件是這個, 我們現在用第一區跟第二區的hy, 第二區是這個, 第二區, 你看這個是什麼, sine,對不對, sine是這個, 然後, 第一區, 第一區是cosine的這個, cosine的這個, cosine的這個, 這個等於這個, 於是我們把這兩個, 字子裡頭, 我們就, 把alpha, 拿過來, alpha over ky, 其他的翻過來, 就變成這個, 這個就是, 第一次, 第一次語證, tm模式的alpha over ky, OK, 好,我們將色散的關係, 兩個式子, 這個式子, 色散關係裡頭, 跟這個式子, 跟這個式子, 加級, 相加, 那我們就得, 這個式子, 從這裡頭, 我們把k, 搬過來, alpha就等於這個, 好, 那麼, 我們把這個式子, 我們把這個式子, 帶到這個式子裡頭來, 啊, 代表這裡, 會有個k, 啊, 當然alpha要合併了, 所以, 最後這個alpha, 啊, 就等於, 這個值, alpha等於這個值, 好,但是這個裡頭啊, 我們知道這個alpha, 跟ky, 都是, 都是未知數啊, 我們都要解的, 可是現在我們就只有這一個方程式, 你怎麼解兩個未知數呢? 好, 我們有一個方法就是說, 我們把這個等式啊, 我們, 我們把這個, 就是說, 如果已經知道, 平板的參數是這個, 厚度是低, 在omega, 某特定值的時候, 將這個式子, 分別對ky畫出曲線來, 這兩個都等於alpha, 這兩個都是alpha啊, alpha, 跟這個, 這個, 這個畫曲線, 還有alpha等於這個, 畫一個曲線, 好, 這兩個曲線, 因為要相等, 就是說, 這兩個曲線, 要相等的時候, 才是這個alpha值, 所以這兩個曲線的焦點, 就是alpha值, 是這個意思, 這就是這個意思, 這就是這個意思, 我們現在從這裡, 這就是求這個, alpha跟k值, 好, 那現在, 就是焦點的地方, k是多少, alpha是多少, alpha是多少, alpha就等於那個k的, 關係是多少, k, 帶進去那個值啊, 好, 現在我們從這個式子裡頭, 我們來看, 那y等於0的時候, 這個是0, 這個是Ez component, 電廠的z component, 在y等於0的時候, y等於0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那個平板, 當中的那個位置, 當中那個位置, 當中那個位置, 因為在這裡的坡都是0啊, 電廠都是0啊, 所以, 我們如果, 在理想導體, 有一個理想導體平面, 放在y等於0, 這個地方的話, 那麼不會影響已經存在的個產, 因為這個不會影響, 其他的場就不會影響喔, 不會影響, 所以你把這個, 導體擺在那個地方, 這個地方, 那麼, 不會影響它, 因為它Ez等於0, 這個叫Ez等於0, 那麼可以推斷, 七次語稱的tm波, 在厚度為1分之1的介質平板, 在傳播的時候, 所具有的特性, 就是說, tm波, 在這個, 透度, 就是一半的透度裡頭, 傳播的特性, 燈, 在, 這應該不對, 應該是2分之1, 與2分之1的介質平板, 電在理想導體平面上, 的波導內, 所對應的, G4tm波的特性, 是一樣的, 因為你這個地方, 我們剛剛講, 我們看這個圖, 你這裡擺一個, 導體平面的話, Ez不會變, 這是tm波, 那其他的分量也都不變, 也都不變, 因此, 我們說, 應該是說, 在整個這個, 整個這個, 厚度為低的這個平板裡頭, 傳播的這個, 各種, 就是tm模式的波, 跟什麼一樣呢? 跟2分之低, 只有2分之低厚的這個, 平板, 它, 變在這個, 導體平面上, 是一樣的, 這個, 這個波形, 是一樣的, 整個的波, 跟這個, 只有1 2分之1波, 這個平板, 變在這裡, 傳播的這個波形, 是一個樣子的, 應該是這樣子的, 好, 那麼, 我們現在從, 上面往下看的時候, 界電子平板的表面主抗, 表面主抗, 是這個, 它因為, 現在波往Z方向傳播了, 好, 那麼, 我們, 表面主抗, 好, 這個, 好, 我們把這個帶進去, 好, 這個帶進去, 這個帶進去, 帶進去, 這是, 在上面的, 上面的, 自由空間的, OK, 自由空間, 好, 那麼, 這個可以化成這個樣子, 化成這樣, 好, 那麼就是說, 這個, impedance, surface impedance, 它是等於, 這個是一個正, 然後有個j, 這個是一個什麼呢, 這是一個reactance, reactance, reactance, 因為它這個, 是正的j, 所以, 它就是一個, inductive reactance, 所以, 它是一個, 表面主抗是一個感嘆, 感嘆, 但硬式的表面, 就是說, 你這個表面, 表面有這個電容式的表, 表面跟那個感應式的表面, 那麼, 我們這裡不談吧, 現在, 就是說, 你的表面啊, 可以是這個, 電感式的, 可以是這個, 變容式的, 哈, 那麼, 如果是這種, 這種, 電感式的, 那麼, 可以用來, tm, tm mode, 表面波的傳導, tm波的表面, 可以傳導在這裡, 然後, 我們再看這個, 偶次於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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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是用, 用這個, even parity, cos, 這裡用, 這個還是這樣的, 然後, 這個都跟前面一樣, 哈, 這是負二分之低, 負二分之低, 哈, 這個地方改了, 這是負二分之低, 哈, 這兩個式子都跟前面都是一模一樣的, 哈, 只是說, 它現在這裡, 把sine, 變成cos而已, 哈, 我們也是, 啊, 在這個, 絕對值, 小於二分之低的地方, 這個是界電子, 界電子裡面, 啊, 界電子裡面, 界電子, 界電子平板裡面, 啊, 我們把這個帶進去, 這個用HD喔, 因為它是界電子的裡面, 是吧, 還是一樣, 這個微分的話, 負的, 或3k, 啊, 負的, ky要提出來一個, 這個等於, ky平方了, 所以負負得正, 所以還剩下一個ky, 等等哈, 這個都一樣, 都跟前面都完全一樣的, 哈, 然後呢, 啊, 我們在平板, 上方的自由空間區域, 這個區域, 啊, 那麼, 我們知道, 啊, 這兩個區域的, EY要, 相連續啊, 因為我們現在是, 求EY, 啊, 求EY, EY相連續, EY相連續, 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這個, 平板, 這點是平板, 這個是, 上面的空間, 啊, 上面空間, 當這個Y等於二分之第一帶進去呢, CU就等於這個, 啊, CU就出來了, 然後, EZ, 我們就把這個CU帶進去, 因為這個, 啊, 就是這個, 在這個自由空間, 這個帶進去, 對, 啊, 我們可以畫成這個值, 對, 這個Y在二分之第一, 帶進去, 這個也是一樣, 啊, 我們知道這個以後, 我們就按照這兩個式子, 把這兩個分量求出來, 啊, 你把這個微分一下, 帶進去, OK, 這個都跟前面那個一樣的, 啊, 這個一樣, 特別註明啊, alpha平方, 是等於負的h0平方, 啊, 或者h0平方, 等於負alpha平方, OK, 啊, 這個alpha才會, 啊, 這個會消掉一個alpha, 啊, 在平板下方的話呢, 我們說cl, 也等於這個, y等於負二分之第一, 所以我們可以把cl 求出來, cl 求出來以後, 帶到這個裡頭去, 我們就得Ezy, 下方平板, 然後再把這個, 帶到這兩個式子裡頭去, 又得到這個式子, 都一樣, 所以我們都不管, 都不仔細談, 因為剛剛, 我們已經看過了, 好, 在界電值的表面, 啊, 界電值的表面, y等於二分之第一的地方, 連續條件, 就是, y等於二分之第一, 用哪一個, 哪一個, 表面是, 第一, 啊, 第一就是界電值, 第二就是, 上面的表面, 啊, 上面的表面, 裡頭的, hy, 要相連續, 這個, 比如說, 看看這個是, 這是, 2, 啊, 2, 2的話, 你看, 第二區的hx, 是這個, 正的, 第一區的x, 是負的這個, 這是sin, 負sin, 是正的, 對不對? 啊, 從這裡頭, 我們可以, 得到, alpha over k, 是這個, 那這個是在, 偶次, 語稱的tm mode, 裡面的, 然後啊, 我們就可以, 解出, 跟剛剛一樣, 我們畫圖, 啊, 解出這個, alpha, 跟, alpha, 跟hk, 解出這個, alpha, 跟hk, alpha, 等於這個, 好, 連例, 我們可以, 可以求出這個了, 啊, 就跟剛剛那個, 前面那個一樣, 我們畫圖嘛, alpha, 啊, 這個地方, 上一次,啊,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我,我,我, 我寫錯了, 上一次, 這個應該是ky, 等於這個,啊, 所以呢, beta, 平方, 這個拿過來, 這個拿過去, 就變成, 這個, 你看, beta平方, 是等於這個值, 減掉一個正值, 因此, beta是小於, 小於這個,啊, 這個, 漏著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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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這個alpha, 是等於,啊, 原來是這個值, 怎麼說, 然後, beta平方呢, 就等於這個, 加上alpha, 因為alpha也是正值, 所以, beta平方是等於這個, 加上一個正值, 那當然, beta嘛, 要大於這個東西, 對不對, 因此這個, 我們就求出來, 這個時候, 它的這個, 傳播常數,啊, 是介於, 啊, 這兩個值, 之間的, OK, 就有這兩個, 就是說, 農的, 傳播常數,啊, 就是在這個, 接電子平板裡頭, 傳播的, 坡, 坡島的坡, 它的傳播常數是這個, 好, 現在很有趣的就是說, 當beta, 接近於這個值的時候, 啊, 因為beta, 比這個小了, 如果你beta,啊, 接近這個值, 越來越大, 接近這個值的時候呢, 那, 這個就變成0了, 對不對, alpha0, alpha等於0的話, 接近0的話, 就是說, 這個時候啊, 它的衰減現象啊, 就不存在了, 就是說這個坡, 跑到外面, 這個, 跑到外面這個, 空氣裡面去, 它不衰減, 不衰減的話, 這個坡就, 就, 就漏出去了, 啊, 坡就漏掉了, OK, 表示這個坡, 不再局限於, 界電子平板, 平板裡頭, 啊, 頻率在這個條件下的極限值啊, 啊, 就是說, 你不能再比這個, 比這個大了, 啊, 所以極限值呢, 啊, F等於這個, 啊, 稱為, 界電子坡倒的結子頻率, 結子頻率就是說, 你這個坡, 本來是可以傳播的, 對不對, 現在可以漏到外面去了, 那它, 那這個你傳播就沒有意思了, 啊, 那會越來越衰減, 越來越衰減, 所以這個就是它的一個, 啊, 衰減, 這是一個, 結子頻率, 啊, 結子頻率, 然後我們由這個, K等於這個值, 啊, KY等於這個, 你看KY, 還平板而已, 啊, 然後β, 接近於這個值的話, 就變成這個, 啊, 所以, Ome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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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就是在, 在結子頻率的時候, 它的KY值, 是等於這個值, 啊, 它KY, 也是它的一個, 一個, 的參數嘛, 我們求, 我們有求到, 啊, 用畫圖把它求出來嘛, 啊, 好, 然後再把這個值呢, 啊, 帶到這個裡頭去, 帶到alpha over k, 這是機制與稱, 啊, 這個值裡面去, 那, 我們就可以, 啊, 這個值, 帶到這裡頭去, KY, 就是這個, 你把這個, 啊, 把這個, 啊, 乘過去,啊, KY乘到, 配音的前面, 好, 當alpha等於0的時候啊, alpha等於0的時候, 那就是這個值等於, 啊, 等於0, OK, 好, 那麼, 這個就是代表, 它的, 節制頻率, 啊, 然後, 這個是代表, 七次五次, 對, 七次五次, 然後, 它就有, 這樣的一個, 因為tangent等於0啊, 所以它要等於n-1, 乘上pi, 是pi的t負貝, 那n是從1開始, 對, 好, 那麼, 我們把omega變成2pif的話, 就有這個數字, 從這裡就得到, 它真正的節制頻率啊, 它真正的節制頻率啊, 第一次語稱, 它的節制頻率, 就是n-1 over b, 所以, 我們看, 這個節制頻率啊, 跟什麼有關係呢? 跟d有有關係啊, 不是這樣, 跟n有關係, 跟d有關係啊, 就說你這個平板的厚度有關係, 你把那後度有關係, 你把那後度有關係, 它跟這個稱反比啊, 好, 然後我們把這個, 帶到偶次與稱裡頭去, 偶次與稱就是, 這個式的, 你把ky稱過來, 那等於0的話, 一定是這一項等於0啊, 那這個等於0啊, potension等於0的話, 它必須是pi的, 二分之pi的, 幾次倍, 所以它得出來是這個, 它也是跟d有關係啊, 不過它是n-1, n-2分之1, 好, 現在我們看, 看這個結果, 當n等於1的時候啊, n等於1的時候, 就是這個, n等於1的時候呢, 在戒指平板裡頭, 傳播的這個波, n等於0, 就是n等於1這個mode, 它的戒指頻率等於0, 戒指頻率等於0, 就是表示說這個波啊, 一定可以傳到, 啊, 而且呢, 跟這個d沒有關係, 跟它的厚度沒有關係, 它肚定可以傳導的時候啊, 就是它這個, 即是語證, tmv可以在戒指內傳導, 是n等於0的時候, 可以, 且與平板的厚度沒有關係, 啊, 當tm模式的頻率, 從戒指頻率, 從戒指頻率, 逐漸的, 往上, 增加的時候, 這個頻率, 它這個頻率, 不是這個頻率, 這個頻率, 從戒指頻率, 那麼大, 開始增加的時候, 啊, 增加的時候, 越來越大, 那這個字越來越大, 啊, 那麼這個地方呢, 因為你這個越來越大, 所以alpha呢, 也就越來越大, 啊, 那也就是說, 啊, 當, 你這個, 我們剛剛講, Omega的Omega0, 啊, 啊, 它, 可以傳播, 對不對? 啊, 這個越大越好, 越大的話呢, 顯示這個坡, 越緊密的, 複雜於, 戒指, 戒電子, 平板裡頭, 啊, 它越是不會, 往外跑, 啊, 不會往這個, 波到外面跑, 好, 那麼, 底下就是要看, 原界電子, 平板傳播的, T1波, 剛剛我們看的是, T1波, T1波, 我們又把它分成, 啊, Even Parity, 和Odd Parity, 兩種, 這個也是一樣的, T1波的話呢, 它是, Hz不等於, 那我們就由這個, Helmer Holtz, 其次的這個, 微分方程, 來, 來求, 啊, 就這個, H等於這種, 那我們就得, 這個, H0, 有這兩種, 輕輕, 兩種, 適中的, K, 這個都跟前面一樣的東西, 啊, 一樣的東西, OK, 好, 那麼, 這個呢, 這個是在戒指裡面, 如果在這個, 戒指平板的上下層, 戒指平板的上面, 的空氣, 啊, 下面的空氣來講呢, 那麼, 它就必須要是, 有這個衰減, 會衰減, 這個波會衰減, 那才會, 讓它, 跑出去, 而會留在, 啊, 這個形態呢, 也是跟, 我們前面的, 電場的形態一樣, 不過這個地方是, H場, 啊, 不過這個地方的, Alpha, 也是一樣, 也等於這個字, 啊, T波也是一樣, 啊, 我們現在分, 這個是上層的, 上層就是說, 平板, 戒指平板上面的, 這是戒指平板下面的, 它的H字, H字, 那麼, 這個H字, 跟這個H字, 啊, 必須要是, 滿足邊界條件, 啊, 好, 現在我們先看, 機制語證, 因為它這裡有這個, H, H有, H0, Sine, Ky, 跟H, 不是H, 這是, 這是, 這個是Odd Parity, 所以我們用, H0, H0, 那這個是, Even Parity, Cosine, 所以我們就用, H1, 但我們現在呢, 就先用這個, Odd Parity, 這個模式來看, H0, 如果Udd Parity的話呢, H0, H0, E次, 等於這個, 然後, H1, 這個H1, 那H1呢, 就用這個式子, 這個, 這是我們前面講的, 16到19, 從那個地方, H1 start to an ally, 等於這個, 唯分成算這個東西, 那我們把它算出來, 就是這個, 這個我們就不仔細算嘛, 這我都check過了 應該是沒有問題 那這個也是一樣 帶入這個公式 HZ 帶入這個 這個是在界電值本層裡頭的 然後在界電值上方的自由空間呢 自由空間呢 我們就是由邊界條件 這個邊界條件呢 HZ 等於這個是 這個是 上層 是這個 上層的 就是上表面 跟這個 跟這個真空裡頭的 兩個相等 在什麼地方呢 y等於二分之低的時候 這兩個要相等 那我們就解得 因為y變成二分之低啊 這個y二分之低這就沒有了 所以CU就等於這個 就求出來 原來這個時候的 HZ 是等於這個東西 然後呢 這個HZ知道呢 我們也是一樣 帶到10帶去16 到10帶去19 這四個式子裡面去 我們就可以得到 其中兩個 六個 裡頭我們就得到這兩個 這個 這個我就不仔細講了 這個也是一樣 我們就由這個 邊界條件 這是由下面的 跟自由空間的 這個得二分之低的話呢 對負二分之低的話 這CU就等於負的這個值 然後HZ就是這個值 然後帶到這兩個式子裡頭去 我們就得到 HY EX 好 這個 我就不仔細講了 好 當驅動頻率 Omega 驅動頻率為Omega 是 這個 假定就是我們的 Driving Frequency 我們現在算 要求它的 KY跟R8 因為這兩個 它有幾個 常數要求了 好 要怎麼求這個呢 好 我們就由這個 界電子表面 就是上表面喔 那就是由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是界電子平板本身 第二部分就是上面 就是這個 上 界電子平板上方的 這個自由空間 的連續條件 那 我們就得 這兩個 一個就是 像 1跟2 2 2 EX 你看這是負的 沒關係 負 然後再來 1 1的這個 也是負的 好 那麼 這兩個 相等 那我們把 共同的值 消掉的話 我們就得到 alpha over ky 那等於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 機次模式的 機次的 T1模式 那 alpha跟k呢 它 都是 未知數 你這一個式子 當然 沒辦法解兩個 那我們說 這個是用畫圖 是用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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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出來的 可以 可以求出alpha跟k 就是用這個式子 我們現在把這個式子 ky等於這個 一開始就有了 然後跟這兩個式子 這個式子 跟這個式子 兩個式子 加起來 這兩個加起來 就能這樣 就是alpha等於這個值 好 我們將alpha 把這個東西 帶到這裡頭來 ok 那我們就得alpha 要等於這個平方 就是由這兩個式子 我們得這一個equation 這個equation呢 我們就是用來畫圖來 一邊是alpha 一邊是ky 我們令這兩個 都等於一個常數的話呢 那就可以求出這個來 這個地方我已經有寫了 剛剛前面那個漏掉了 這個 那麼 它的surface impedance 他把這兩個比一比是負的 那這就代表是一個什麼 電容性的 電容性的表面 可以供這個te表面 傳播 然後我們看 偶字與稱 偶字與稱 我們就是選這個 選這個 其他的都一樣 其他都一樣 因為這個 都一模一樣的東西 我就不仔細講它了 就是把這個變成 ho poxy而已 其他的通通一模一樣 我們就跳過去了 然後他的cut off frequency 就是在 接電子平板裡頭傳播的 cut off frequency 跟前面的是一模一樣 od parity 是這個 even parity 是這個樣子 也就是說 N等於 一樣 N等於1的時候 第一模式的最低型態 沒有截止頻率 ok 他可以 他可以圓著 戒陣子平板 一直傳播過去 好 那麼 這個 這個 這個表 表3 就是我們前面所起的 D 求出來的這些 這些值 我們把它列在這個表上面 比較方便看 這10的表2 我是沒有把它列出來的 我把它 就是 求出來而已 沒有列出來 好 兩個例題 我們稍微看一下 有一個界電子平板的波導 界子參數是這個 μD 要等於μ0 ED 是等於2.5 乘1 0 這是戒指平板的 把它 把它 放在自由空間 現在要使 頻率是 20個 20個Hz 20個Hz 20G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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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這個頻率 DN波的偶次語稱 跟T波的偶次語稱 在波導內傳播 所需要的 最小厚度 是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 它的界子頻率 跟這個 厚度 有關 最低子偶次語稱 DM 至D1波 原界子 波導傳播的 截指頻率 是等於N 減2分之一 這個 這樣子寫 不是很好 現在是 1分之1 破幅起來 應該可以 因為它是 乘儲優先嘛 是這個字 N等於1 第一 就是說,當你N等於最小值的時候,它的低就是它的minimum厚度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畫成這個樣子 你看這個N等於1,1的話呢,就是你二分之一,對不對 二分之一就是二分之低,二低minimum 然後這個,兩個裡面,我們把εμ0,ε0提出來 就更好εμ0,就變成光束 那裡頭就變成這樣子 那麼因為這個frequency,它是20GHz 所以我們就可以抽出這個Dminimum 這裡面,這次好像也寫錯了 20GHz應該是20X10的9GHz 那2X10的8GHz 這個地方寫錯了 或者你寫20X10的9GHz 那20X10的9GHz應該是10 10的10GHz,2,就是2 20X10的9GHz 而且 感谢观看